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等我阑珊 穿风铃 漫步过花细 渐渐上一副说明 其实只为你 关上一生素衣 只因为你中意 我想我已确定我的心 一花一笔朝夕 我是如此相信 我有我的手心 感受你的手心 像一个美好的 故事未完待续 黄菲衣 我也是被逼无奈的 你千万别怪我 千万不要来找我报仇 对不住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干什么呢 葛账上香呢 好物 掌柜姑姑 我就说嘛 这个来路不明的坏女人 对少主哥哥居心不良 孟姑娘 我们家日月不会这样的 她都用挣扎 我比貌非凡 青彩风雨 一波云天 玉树雷锋的少主哥哥哦 这句话怎么这么熟啊 少主哥哥 灵异知识 大表哥 大表哥 怪不得 大不之后 不宜针灸 否则重则暴毙啊 这么严重 日月你 你这个坏女人 换我的少主哥哥 吵死了 大侄子 此故撞扬和针灸 确实不宜同时进行 不过倘若找准学位 便可疏通经脉 这也是少主醒来的原因 待会儿 老夫再给少主开几幅方子 相信 很快便能驱除体内的余毒 肯定是他外打正招 少主哥哥 你可不能被这个坏女人 蒙蔽了双眼 姑娘行真准确 绝非运气 乃神医在世 老夫钦佩呀 过 过奖了 过奖了 不过这样也好 我本来也不想杀了他 但是 只要他还活着 我中的毒怎么办 你准备如何处理这本笔迹 王府一居然发现了我的刺客笔迹 这次我必须留了 你觉得呢 女儿家的心事被发现 肯定会害羞的 我觉得你会把这本笔迹 偷偷地埋回原来的位置 胡说八道 要是他发现那笔迹是我的 好 现在凯柳 至少还能多活几天 如月 放开 好 少主 你要离开黄府府 没有啊 我只是上去 赏月 月亮在哪儿 月亮在哪儿 哎呀 我爬上去才知道月亮在哪儿呢 凉了凉了 他断然不会放过我的 尹说得没错 姑娘家害羞 不想旁人晓得他的心意 这书是你的吗 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他果然没承认 尹确实很懂女子 不是你的 反正我也没看过 如果不是你的 那我就把它丢了 哎 等等 你 没看过 嗯 影呢 也没有 对 哎 我突然这么一想 好像要射我的 射我的 嗯 还好少主你没看 这是我的画册 我画极拙力 担心脏了少主您的眼 你这般喜欢作画 就把你塞进四寒画堂吧 时候也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他没看过 吓死我了 等等 我说 撕寒画堂 那是什么 皇甫一说 撕寒画堂 是大如若白先生在虎读新开的一家画堂 这地方 不就是我当初行刺的地方吗 这么强 皇甫一不会是故意的吧 唉 这年头 杀个人 还得学画画 干嘛 干嘛 是你 你故意的 这又怎么样 让你抢我的少主哥哥 坏女人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孟子冉 临世钱庄的表小姐 与少主哥哥青梅竹马良小菜 来 哎呀 我也不想跟你抢了 可是 谁让我早与少主同枕而面 刚才啊 还是他送我来的呢 分开的时候 那叫一个黏人 那叫一个不舍 非要亲亲抱抱才行啦 你给我过来 哎呀 说清楚 那少主哥哥怎么可能 你放手 怎么会有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 姑娘你没事吧 没事 你今天给我说亲自然 你放手 放手 学子间理应有碍互助 还是少管闲事为妙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一个 划分四品 能品 易品 神品 妙品 所谓能品 便是 少主 什么事 日月姑娘在学院 手链 与孟小姐大打出手 还扬言早已与您同枕而面 她还说 每次分开的时候 您都要亲亲抱抱去告告 以后这种事 不必跟我汇报 是 那 日月小姐的手链还还给她吗 什么手链 我早丢了 好 这里就是灵异之所开的酒楼呀 看样子也就那么回事吗 好 好像没什么人 倒是挺符合条件 那就这儿吧 欢迎来到水云一梦酒楼 我是 兔包子 怎么是你啊 一间厢房五十三天 你逗我呢 就你 五十三天 你可知我这酒楼都是金丝南木所住 每一间陈蛇都是我花高价逃来的 这往常住一日都得 定金 是 欢迎光临 我把笔记藏在厢房应该安全了吧 可是要这破笔记有什么用啊 难道不知道黄浮衣有多难对付 现在 就剩下五十三天了 为什么这个倒霉套是我呀 请问 还要比现在更倒霉的时候吗 不好意思 你这 用 你算了个大利亚 我为辞寅是 黑漂称 纳 selective 庭月山深一盏灯 不见鬼人 心若 生了索困与围城 造花浓 人相爱却要离分 莫非是那宿命 偏偏要不忘记 莫非只能断了这份情 纵然有万点潮汐 万般的温馨 轻微是一节 难与绝境碎裂 旧是心定了情 可如今 却有所依可真心 这一撇 何时梦在相见 或是再也不知 梦问是否挂念